那共振党是狠狠地辞去了所有由吉兰丹州政府委派的官职 似乎就是要告诉伊斯兰党 断交就断交 我们是没有再怕的 那伊党在雪州政府有三名州行政议员 他们的命运又会是如何呢 我们来看看主席王阿兹沙他怎么说 公正党主席王阿兹沙表示 要等到雪州大臣阿兹敏回国以后 才决定那三名伊斯兰党雪州行政议员的去留 不过同样的问题 抛到了伊党总秘书打击尤丁那里的时候 他又搬出了雪州苏丹来说 行政议员是苏丹委任的 要走要留还是由苏丹决定 我们在观察 从而言计的 伊斯兰党仍然还需要 行政议员的努力 因为这就是 最重要的国家和国家 目前人在比利时的雪州大臣阿兹敏 预计在星期天才会回国的 但现阶段 雪州行政议员的阵容将会维持现状 雪州苏丹基奥秘书穆哈默慕尼尔就告诉《阳光日报》 说雪州皇宫并没有收到州政府有关官职更动的官方通知的